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从全球卫生议题到时尚潮流 再到国际安全合作应有既有 首先来自加沙的消息令人心痛 市委组织表示因为医院运作困难 有近9000名患者急需撤离接受救治 而为了缓解加沙的粮食危机 第二批近400吨的粮食已经从塞普路斯出发了 这些都是在以哈战争背景下的重要援助 接下来我们转到一个轻松的话题 你可能不会相信 但中国年轻人最近竟然掀起了一股上班恶心穿搭的风筝 是的 你没听错 穿着睡衣运动裤上班成了一种潮流 这背后反映的是年轻一代 对传统工作文化的一种反叛 而在另一个角落石油科 而在另一个角落 新加坡华乐团在苏州展开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庆祝苏州工业园区 开工建设30周年 展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最后我们看看国际安全的话题 日本和美国计划加强与英国澳洲和菲律宾的安全伙伴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军事活动 这一战略联盟可能会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日本政府计划在靠近台湾的出城岛建造避难所 以应对潜在的军事危机 这些都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更多的故事和深度分析 世卫组织加沙约有9000名患者需紧急撤离 联合早报 这则新闻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加沙地带仅剩10家医院在勉强运作 有约9000名患者急需撤离接受救治 在伊哈战争爆发前 加沙有36家医院运作 世卫组织呼吁以色列加快审批撤离申请 以便患者能够尽快得到救治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已有33705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 在第二批海运粮食网加沙运输船 由塞浦路斯启航联合早报 加沙地带运送第二批近400吨的粮食 这批物资将通过塞浦路斯的海上通道 直接运往加沙 以方便经过审核的物资能够顺利送拿 该运输任务由美国慈善机构 世界中央厨房与西班牙慈善机构 TINGYG亚瑟海 资金主要来自阿联酋 并得到塞浦路斯的支持 此次物资包括大米面食 面粉豆类 罐装蔬菜 蛋白质食品 以及阿联酋提供的一批枣子 联合国警告加沙地带北部饥荒拓载离结 到7月加沙23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可能面临饥荒 此外 美国计划在加沙介造一个浮动码头已接收援助 预计完工日期为5月1日 中国年轻人开始流行上班恶心穿搭联合早报 近期中国年轻人掀起了上班恶心穿搭风潮 许多年轻人上传自己穿着睡衣运动裤等恶心服装上班的照片 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年轻人对过去充满野心和奋斗的生活的反感 也是躺平现象的一种表现 有人认为这只是调侃和自嘲 只要工作态度端正穿着得体 就没必要过于在意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年轻人对工作不在意的表现 选择躺平生活 这现象凸显出中国年轻人对过去奋斗生活的不满 他们选择简化生活 寻求轻松简单的方式 新加坡华乐团南洋风苏州飘洋 沁苏州工业园区30周年 联合早报新加坡华乐团 受邀在苏州举办乐融师城音乐会 庆祝苏州工业园区开工建设30周年 音乐会展示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丰富的民族文化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苏州市长和新加坡驻上海总理事等重要官员也出席了音乐会 新加坡华乐团与苏州工业园区有着长期的合作 两国在各领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音乐会之后 新加坡华乐团还将前往天津和北京展开许演 此外 将在新加坡举办相约师城遇见苏州文化州 包括文艺演出 美食州 纪录片 播映等活动 日本政府出资在靠近台湾的冲绳岛建避难所 联合早报日本政府将在冲绳岛西南部建造避难所 以提供公民在涉及台湾的军事危机时的保护 这些避难所将位于冲绳县的先岛诸岛 只有通过飞机或轮船才能到达的社区符合资格 已有五个社区确认符合资格 其中三个社区将由内阁府设计 由防卫省提供建造经费 另外两个社区由消防厅出资建造 根据指导方针 避难所将建在新的公共建筑底下 具备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电力通信设备 每名避难者将有约二平方米的空间 可以居住约两周 每天每人将货分配三公升水和其他物资 避难所将在危机爆发时保护民众 同时平时也可以用作会议场地和停车场 这是日本中央政府首次出资建造避难所 之前只是呼吁地方政府划定临时避难所 当为提供财政援助 冲绳岛没有地铁和地下设施 只有少数紧急地下避难所 仙岛诸岛距离台湾不到400公里 当地政府希望中央政府协助建造避难所 阿尔的摩大桥坍塌大桥后移除落水残台 成为极为艰巨的首要任务 美国之音中文网 本文报道了美国东海岸82等模式发生的大桥坍塌事故 一艘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撞进了大桥主桥 大桥坍塌 导致大桥腾塌 事故中有多辆汽车和八名工人坠入河中 目前已有两名工人获救 两名工人获救 两名工人下落不明 坍塌的大桥残涵混寒海堵塞了进出巴尔德摩港的行当 因此衣除残涵成为首要任务 专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切割和移除残涵 所需的各种工具已经准备就绪 大桥坍塌对经济造成了冲击 马里兰州州长和交通厅长都表示会尽快重建大桥 赤湖水域内没有发现有害物质 警方已要求建立禁飞区域以确保安全 其中机抵达巴尔德摩展开惊惧任务 清除桥梁残片 联合早报近日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德摩市发生了一起大桥坍塌事故 导致工民工人失踪 为了寻找失踪工人的遗体和清理残骸 马里兰州政府准备展开清理作业 马里兰州州长 罗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首要任务 是寻找失踪工人的遗体 所在清理数千吨的残骸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货船上再有数千个集装箱 现在被困在桥梁残骸当主 两残骸当中 为了进行清理工作 三台重型服饰起重机 以抵达巴尔德摩港 美国海岸警卫队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清理工作 拆除桥梁上的横架 抬起集装箱船上的大桥残骸 以及清除河床上的钢铁和混凝土碎片 此外 马里兰州交通部长威德菲尔德表示 交通部已经开始制定新桥建造计划 并考虑使用创新的设计 工程和建造方法 以便能够快速交付项目 为了支持清理工作 联邦政府已经向马里兰州拨款6000万美元 根据经济分析公司 YMPLM的数据 重建巴尔德摩大桥的初步 估计成本为6亿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将会到巴尔的摸现场市场 本地非盈利机构人星组织运送40公吨物资至加沙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非盈利机构人星组织 在过去三周为加沙的救援行动 筹得了超过35万元的善网 他们已经运送了25公吨的食物到加沙 还有15公吨的物资 即将送达 人星组织的团队在约旦协调了救援物资的采购 包装和运送工作 他们在约旦采购了36公吨的食品 其中25公吨已于本月底送达加沙 其余11公吨将通过陆路进入加沙 此外他们还运送了4公吨的儿童网包 预计将在下个星期抵达约旦 人星组织与约旦的非盈利机构合作救援加沙难民 包括建立水雇网络 过去三周本地商会私人企业和善心人士通过该组织认捐和捐出超过35万元 组织目前已拨出近25万元救济加沙难民 荷兰东部发生劫持事件一男子被捕 联合早报荷兰埃德市发生了一起夜总会劫持事件 最终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成功解救了私立人质并逮捕了嫌疑人 警方表示目前无法分享更多信息 夜总会是当地年轻人常去的地方 一名男子携带武器和爆炸物 竟有夜总会并劫持了几个人 警方迅速派出特警部队并疏散了周边居民 之后三名人质被释放 不久后第四名人质也获救 嫌疑人被捕 荷兰此前也发生过歧视事件 但其严重程度不及法国或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本地首个居场所活跃乐林中心年长者可自主组织活动传授记 联合早报新加坡首个以居场所概念运作的活跃乐林中心 在女皇政保健区正式开幕 这个概念原则日本旨在预防社会孤立 尊重长者的贡献 促进社会和代际如何 中心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社区空间 让年长者有机会和各个年龄层的社区成员接触 将经验传授为年轻人 开幕仪式上 通讯及新闻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表示 随着新加坡老龄化需要更加重视年长者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希望年长者能够自信的与社区和年轻人分享他们的学识和智慧 为社区做出贡献 这个乐林中心与其他中心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没有年龄限制 让参加活动的跨代际人群相互交流 并确保年长者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中心还成立了一个跨代核心委员会 负责策划和安排活动 为居民举办各种工作法 这个中心的开幕标志着新加坡对乐林社区的关注和重视 并希望通过居场所概念来改变社会对年长者的基地印象 一是以色列特公案马警逮捕三马国男女驻场 联合早报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枪的以色列男子 并先后逮捕了三名马来西亚男女 其中一对夫妻涉嫌提供枪械给以色列嫌犯 这对夫妻声称他们是从泰国购买枪支并偷运进马来西亚 再交给以色列嫌犯 警方还逮捕了一名马来西亚男子 他是以色列嫌犯的司机 警方正在深入调查此案 不排除还有其他马来西亚人与以色列嫌犯有关 根据初步调查 以色列嫌犯的目的是为了杀害一名卷入家庭纠纷的同乡 但警方怀疑他可能有其他目的 包括威胁马来西亚政要的安全 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支持巴勒斯坦 在以巴冲突中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以色列嫌犯目前正在接受警方的盘问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在第765天的关键事件概述 半岛电视台注门网 2024年3月30月 乌克兰战争持续升级 乌克兰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 包括针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炮击和无人机袭击 造成数人受伤 乌克兰当局实施了紧急停电 并呼吁民众限制用点量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透露 已破获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所犯下的280起性暴力案件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 乌克兰外交部长与印度外交部长就和平方案进行了交谈 要求俄罗斯完全撤军并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然而俄罗斯方面认为该方案毫无意义 波兰总理警告称欧洲大陆首次进入战前时代 并表示如果乌克兰失败 欧洲将没有安全保障 法国正在考虑建造一座工厂来降低对俄罗斯的油依赖 乌克兰获得了一笔15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以及重建 在武器方面 乌克兰总统表示 如果乌克兰无法得到美国军事援助 乌克兰军队将不得不撤退 美国要求公司停止向外国实体运作货物 以防止这些物品被转移到俄罗斯用于战争 美国总统表示 美国将对俄罗斯利用美国公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的企图 强加代价 总的来说 乌克兰战争的局势仍然非常紧张 双方都在不断升级战斗 并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争取支持和资源 印尼首都郊区军火库发生大火 联合早报这期军火库大火已发了爆炸声 导致当地民众惊恐不已 有报道称 附近的居民被要求疏散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员伤忙的报告 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消防员正在全力扑灭火势 这起事故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财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但具体的损失情况还不清楚 当局将继续努力控制火势 并展开调查以确定火灾的原因 日美与英国 澳洲和菲律宾 以加强安全合作 联合早报根据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和美国计划加强与英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安全伙伴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军事活动 这五国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 促进防御技术合作 日本希望通过与这些美国盟国加强安全关系 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 然而 这可能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导致地区的分裂和不稳定 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度明显增加 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成立了第三陆战队 滨海团 其目的是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岛屿上 与敌人对抗的能力 滨海团将负责收集情报 并在必要时击沉军舰 协助美军太平洋戒队和空军 对抗潜在侵略行动 滨海团被视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只在围堵中国的军事活动 并与太平洋盟国同步行动 滨海团的指挥官表示 滨海团主要的价值在于他可以观察战场 收集目标数据和理解当前情况的能力 这是因为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 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 美国的卫星和船舰上的电脑网络 可能会受到干扰 滨海团能够在冲突爆发时率先抵达前线 收集情报并将坐标发送给空军轰炸机 是其能够向远离数百英里的目标发射导弹 然而专家指出 冰海团仍面临一些重大障碍 包括在广阔海域上的后勤挑战 以及在小岛上更难隐藏踪迹 尽管如此 整体战略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总而言之 日本和美国 计划与英国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加强安全伙伴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军事活动 这一举动可能引发地区的不稳定 但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 同时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以增强其对抗中国的能力 冰海团的成立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情报收集和联合行动能力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 但整体上的战略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小林制药红区风暴 政府16人访大阪工厂调查生产过程及剩余设备 星岛日报日本小林制药公司的红区保健品 涉及到毒物质软毛青灰酸的问题 引发了当局的调查 日本后生劳动省和大阪市的官员前往小林制药公司的工厂 进行调查 工厂已于去年12月关闭 但在关闭前仍有生产红区原料 调查结果显示问题的红区原料 可能是由大阪工厂生产的 后劳省和大阪市政府的人员 检查了生产过程和设备 并询问了公司有关情况 另外后劳省还将前往和歌山县的工厂进行调查 目前已有5人因服用小林制药的红区保健品而死亡 114人住院约680人出现病争 被怀疑危害健康的红区原料共生产了18 五吨主要用于小林制药和其他公司的营养补充剂 以及食用色素和调味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